各位,又到了過年變魔術的時間 今天我們要變的這個魔術呢 它的魔術名稱就叫做 尋找紅星A 尋找紅星A,我們現在就來給大家看這個魔術啦 然後我們要在這一堆 撲克牌中,我們要怎麼樣 尋找紅星A 那這紅星A要怎麼找呢? 這個魔術厲害啦 你們知道紅星A在哪裡嗎? 嘿嘿 紅星A就藏在最新的紅色 Ultra Boost 中國新年限定款裡面 紅星A 就在這裡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馬 那今天呢,沒錯,就是來開箱 我們這個球鞋的介紹啦 那前面呢,就是來給大家一個好笑的玩笑 那如果你們不知道紅星A這個魔術 那你可以去YouTube上面搜尋一下 尋找紅星A 那小馬個人覺得這個魔術呢,還蠻厲害的啦 蠻好笑的 最近蠻紅的 那如果搜尋完,覺得這個魔術當你有點不舒服的朋友 那不要怪小馬 小馬沒有強迫你們去看對不對 好,別有別說 別有別說 我們言歸正常好不好 我們來介紹我們的球鞋 今天就是介紹 UltraFoods 4.0的這個 中國新年限定款 那這一雙的鞋子呢 給大家看 它的這個鞋子的型號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鞋子的型號 BB6173這一雙鞋子 然後呢,這一雙鞋款 它的這個logo的圖片 對不對 它是一個 紅橘色的這個圖案 那這一雙呢 是為了慶祝這個 中國的農曆年 就是這個今年呢 是屬於狗年 所以他們就設計了這一雙 是中國農曆年的這個配色 那我們來看這雙鞋子 打開給大家看 它這個4.0的版型 基本上是蠻正常尺碼的 那我們給大家看 這雙鞋子 它長什麼樣子 那這鞋盒呢 也就是一般UltraFoods鞋盒 也不用再去多多介紹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雙鞋子 就是蠻好看的一個配色 有一點這種 紅色、黑色、酒紅這個配色 去做漸層的這個 中國農曆年的這個 狗年配色 那其實這個 中國農曆年去年 今年的時候出的這個 UltraFoods 3.0 配色上面 也是有點類似這一雙的這個配色 就是酒紅跟這個 黑色、紅色 去做這個漸層的這種 顏色搭配 那這個顏色呢 做的其實是還蠻好看的 整體來說是一個 好看的配色 那我們來看一下 UltraFoods 4.0 它的這個紋路對不對 它是有 我們可以看到 它紋路上面呢 可以看它的這個漸層 它的面料是這個樣子 有這個直線的線條 的感覺 有點像3.0 然後再加上這1.0的這種 三角形的這個紋路 那這4.0的紋路 我們就可以說是 1.0加3.0的這種 混合的感覺 它的這個樣子 那其實4.0的紋路 小粉個人是覺得 比3.0來的好看 不過心中最好看的 還是1.0的這個紋路 是最漂亮的 那今天介紹的這雙鞋子呢 其實它也是蠻特殊的 那它的鞋子上面 它是寫著一個 脹鞋的這個鞋字 給大家看 它是這個鞋的字樣 那這鞋的字樣是什麼呢 就是 中國的這種鞋犬 對不對 那中國的鞋犬 也是蠻有名的 非常厲害 這種脹鞋 那也就是這個鞋犬 就是當然是象徵 今年是屬於這個農曆年的狗年 那它這個鞋子上面的tack 也是一個3M的 這個反光的tack 它是有這個反光的這個效果 是還蠻漂亮的 那它的支撐架呢 三槓就是黑色的 以及它這個屁股的後跟 也是黑色的 然後配的是黑色烤漆 去燙出的這個 Ultra Boost 這個字樣 在它的後跟 那它的鞋帶呢 是一個小馬覺得還蠻細緻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鞋帶上面呢 它是有這個紋路的喔 它是有一點感覺像是什麼 小馬個人覺得應該是 是營造出狗毛的樣子 那它這個感覺其實有點像 迷彩的樣貌 但其實我覺得 它是想要呈現出狗毛的這種層次感 然後它搭配的這個鞋帶頭 是這個橘紅色的鞋帶頭 那其實是蠻細緻的這個鞋帶的部分 那鞋子的內側裡面喔 可是它可以看一下 內側裡面一樣 也有跟鞋帶 是同一個紋路去做出來的 所以它鞋子內側呢 也是蠻精緻的喔 它一樣去營造出這種 狗毛的這個感覺 那這是小馬自己去覺得的啦 因為畢竟是狗年嘛 所以可能是想要營造出 狗毛的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鞋墊 鞋墊上面呢 這個上面一樣是這個Boost 它是圖滿製的白色Boost 而且它的鞋墊 就是像這個鞋帶 還有鞋子內側的這個紋路 那鞋墊這樣感覺起來 更像狗毛了對不對 所以呢 小馬就想這應該是 去象徵出這個 熬犬的這個毛的紋路 所以這雙鞋子呢 其實也是帶有這個 狗年的元素在裡面 搭配的這個鞋底 是什麼橘紅色的這個鞋底 那這橘紅色的鞋底呢 也是蠻亮眼好看的 那這雙就是今天的這個 UltraBoost 4.0的這個 中國農曆年的狗年限定鞋款 那這雙鞋子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上繳之後的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好的那以上呢 就是小馬為大家介紹這一款 中國農曆年的狗年限定鞋款 那這雙鞋子呢 也是一雙蠻特殊的這種 UltraBoost 4.0 那UltraBoost這個鞋款呢 出事度怎麼樣 相信你不用小馬去介紹 就是一雙非常好穿的這種 慢跑鞋 也是一雙很好帶步的鞋子 那你們對於這一雙 今年的這個農曆年的這個 顏色以及它的設計 有什麼樣的看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 跟小馬分享一下 你們的這個評價如何 那如果你喜歡小馬今天 介紹的這個鞋款 請記得在下方 幫小馬點喜歡的按鈕 然後訂閱小馬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那我是小馬 我們下次見